哈喽大家好,我是JayK 去年8月份华为突破称为发布了Mate60系列 那款产品我相信给各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Mate系列的定位它并不是影像旗舰 所以我们也一直期待着 有一款能够代表华为最高影像能力的P系列尝试 让我惊喜的是 这次的P系列也全新升级为了Pura系列 似乎也意味着华为对自己的影像旗舰有了更高的追求 话不多说 本期第一回合第一视角带能体验摇摇领先的漂亮手机 Pura 70 Pro Plus和Pura 70 Ultra 那既然是漂亮手机呢 我们先开外观 上手的第一感受Pura 70 Pro Plus是真的很漂亮 尤其是这块屏幕 我发现现在很多手机也开始做四曲面 但视觉和手感上往往不能兼得 你像范的X7 Ultra 因为上下曲率太小 滑动的时候能够感受到 但是视觉上并没有很强的冲击力 而小米14 Ultra在视觉上虽然还挺满意的 但直角的中框破坏了圆人的手感 就在我点亮Pura 70 Pro Plus的那一刻 我发现我终于找到了目前最接近完美的视觉和手感 而且它的下边框宽度是真的有震恨到我的 甚至比上面和左右三边都要窄 当然了 Ultra和Pro Plus用的都是相同的屏幕 所以相同的4V曲满一屏 而Pro Plus在屏幕体验上也和Ultra看齐了 这块屏幕在我这段时间使用过程中 和范的X7 Ultra对比 在小于45度角度观看时 Pura 70 Pro Plus的亮度衰减和范率会相对明显一些 但除了手机是放在桌面 我要瞄眼通知以外 平时刷埃博刷背站是比较少这么去看的 而且正常光照或者暗光下这块屏幕的显示效果都比较正 要看HDR视频或者是在阳光下屏幕亮度都非常的足够 所以屏幕这方面的体验我是很满意的 大家觉得蛮满意的 既然都点开屏幕了 就还是先来说系统吧 Pro Plus和Ultra的系统体验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要评比现在各家的系统 那我认为鸿蒙绝对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那它到底强在哪呢 首先是动效是高度同意的 比如你从插件打开天气 返回动画就会缩放回天气插件 从APP打开就回到APP 不像Color S是从插件打开 返回右部缩放到APP 我在后台留着这么多应用 快速打开关闭应用都不会掉针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动画 真的就是像吃了德服一样色滑 所以有时候真的别只看跑分就觉得人家不行 有些安兔兔200多万的八进三机型 在日常的流畅性可能还真的不如96万分的它 事实啊 其实鸿蒙4.0的Mate60系列就已经很流畅了 那鸿蒙4.2肯定不是一成不变的 有几个新功能我是觉得很有趣的 像互动主题和心情主题我就觉得很有创意 是真的很适合我这种老爱换壁纸的人 另外华为有几个功能我觉得是真的很好用 虽然鸿蒙4.0甚至更老之前就有了 但这个智能显示我是特别喜欢的 那很多时候拿手机的时候就想看个时间 那这几天我看时间的时候呢 往往就是瞄眼就可以了 完全不用动手 还有像这种隔空截屏 隔空滑动屏幕 中转站 智能扫码 这些功能可能往往不是很常用 但是每次用的时候都觉得很方便 这次QR70 Pro Class和Ultra也同样支持了卫星通信功能 毕竟我不是户外博主 平时不会去爬山探险 所以之前用卫星通讯往往是以测试为主 但那天我又好奇点击去看了一下 在卫星通讯里居然能发图片了 说不定以后能发个视频什么的 除了系统流畅和这些有趣的功能以外 我觉得这次续航相比于我之前用的Mate60系列 肯定是有些提升的 以我个人使用习惯为例 双卡 然后主要以抖音、B站、微博为主 亮屏时间这次可以去到5个半小时左右 当然了这也是得益于它这个5200毫升大电池 以及相比Mate60系列更好的功耗 而且它也没有那么重 尤其是没有那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那说完了优点 现在的鸿蒙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的 我还记得EMUI时代就有很多人呼吁 把桌面任意位置下拉控制中心或者通知栏 还有通知栏和控制中心的快捷切换给补上 但隔了这么多年官方好像也没有回应 我是希望这次系统部门能够听一下反馈 这个真的我认为很刚需 还有就是现在鸿蒙的广告 系统应用内置的广告和消息推送中参加的这些广告 还是比较多的 把广告内容适当减少 对于华为来说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或者就先从PR系列和Mate系列做起 毕竟这两个都是高端产品 除了这两个问题以外 对于鸿蒙4.2的评价 我还是那句话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尤其是在动效这方面 能和鸿蒙比肩的 在安卓阵营我觉得也就橘子似了 所以在做系统这方面 鸿蒙依然是有底气的 整体我是非常满意的 那我们再翻过来看看背面 我觉得Pura 70 Pro Plus的设计 就是全系列最好看的 而且我发现这个线条勾勒出来的三角形 和这个镜头deco是相呼应的设计 也是直接戳中了我的审美 我怀疑设计师应该也和我一样 对协调和美感有着很高的追求 或者低情商的说就是强迫症 那之前还没有发布的时候 流出各种渲染图 有的网友说不好看 毕竟审美这个东西非常主观 那我拿到真剂以后 我实际觉得 Pura 70 Pro Plus是非常好看的 那Pura 70 Ultra这个设计 相比于Pro Plus 多了一个十分线的X-Mage名牌 横着看的时候 其实协调性可能不如Pro Plus 但这个名牌就像是在时刻 彰显着它这个影像实力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华为经过了几年的犀利 还能不能在影像方面 再次喊出摇摇领先 我们先来看相机的UI布局 在快门下方的按钮 可以打开快捷选项的菜单 像是照片比例 X-Mage风格 AI摄影大师 参考线等比较常用的选项 都可以快捷调整 但唯独我认为少了一个 开关水印的快捷选项 这个选项对于华为来说 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华为Pura 70 Pro Plus 在相册里是不能够快捷关闭水印的 像小米 OPPO Vivo 这都是有这个开关的 如果你想把X-Mage水印裁剪掉 那就只能在相册编辑的修剪里硬裁 相册编辑里的水印都是贴图类 根本没有X-Mage水印 相机功能栏的默认选项 就属于相对常规的取向了 更多的功能也还挺全的 像是流光快门 超级微距 微电影这些都有的 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就是默认功能栏里有一个闪拍 感觉华为这次对抓拍能力还是挺有信心的 我们测试了一下打开华为的闪拍功能 然后快速的翻输 在此过程中同时按下快门 大家能够看到 哪怕在这种快速翻输的情况下 华为也是能够把书的内容拍清楚的 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说完了闪拍 再说点其他重点 关注机圈的应该都知道 从当年P30系列 甚至更早的P10 P20系列 华为在影像上 一直都是在走引领行业的地位 但因为懂得懂的原因 前两年的表现其实并不尽容人意 直到这次Pura 70 Ultra 终于用上了它的一英寸大D 还是F1.6-4.0超大可变光圈 并且还有一颗微距能力很强的前望长焦 那华为能不能重振当年的威风呢 那我们就用同样是一英寸的Find X7 Ultra 来比一比 放大看细节 楼体虽然不是很亮 但暗部的噪点控制不错 而且天空也非常纯净 也看不到侧彩断层 另外对于一英寸大D来说 如果是恒定光圈的话 比如Find X7 Ultra 拍摄文档的时候 边缘文字就比较容易发虚 这时候可变光圈就有绝对的优势了 我们能够看到 无论是中心还是边缘的字体 Pure X7 Ultra 都是很清晰的 所以可变光圈这个功能 可能平时用不上 但在特定场景下 它真的是有意义的 另外这个长焦微距是真的有点吓人的 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居然只有5厘米 那只看参数没什么意义 我到时候第一时间拿来拍一些吃的 这个效果大家觉得是不是很瓦赛啊 既然这个长焦微距都这么厉害了 我们就来试试人像怎么样 简单来说 人像模式的肤色表现还是比较符合国人审美的 结果开启了美颜模式也不会显得过度虚假 更不会把这个男性拍的像女性一样 这个肤色处理的不是很自然 它的背景虚化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同时像手指缝这种比较容易穿帮的地方 目前来看处理的也比较好 而且我发现它这一代的光影计算其实是更接近真实了 在日间很多大光米的场景下也几乎不会有特别假的一种HDR效果 整体的风格是比较符合所见即所得的 但我们使用Pure 70 Ultra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它有待提升的地方 首先是长焦 对比小米14 Ultra Pure 70 Ultra的字体会有发虚和白平衡不稳的问题 还有就是一些偏色的情况 这台Mate60 Pro Plus它的肉眼颜色是非常正的米白色 但是用Pure 70系列拍出来就会有点泛绿 其次就是Pure 70 Ultra的夜景 压高光还有待完善 差不多的距离下 这里灯牌高光是没有压住的 我稍微离这个灯牌近一点就压下去了 这个问题也和华谣的朋友沟通了 他们也在加速进行下一个大版本推送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总的来说 这几天使用Pure 70 Pro Plus和Ultra的综合体验很不错 屏幕形态很惊艳 系统的动效丝滑流畅 续航相比于Mate60系列有提升 结合配置和售价 Pro Plus算是系列的真相机 但如果你和我一样想要最顶的配置 尤其是1英寸大底 那一定要咬牙上Ultra 作为售价不低的旗舰系列来说 华为依旧能够让用户在日常用爽 这个是我们来聊这个产品的基础 到了影像方面我体验下来 当前版本还存在着一些小问题 比如白面横还没有那么稳 长久解析力还要再提升 但不得不说 这代影像实力的硬件可以说是诚意满满 华为确实因为一些外在原因 这两年放缓了脚步 但接着这款产品 说现阶段的华为回到了第一梯队 能够和各位友商面对面掰手腕 那也是毋庸置疑了 OK 那本期视频的转离人就是这么多了 大家伙觉得 华为这次的Pura 70 Pro Plus 以及我手上的Pura 70 Ultra表现如何呢 你会考虑购买它吗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要简单评论转发 我是HK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个好运 拜拜